我现在工作的地方是一间小的公司 因为经济上所限 所以办公室的清洁 其实都是自己做的 不过在有需要的时候 都会请外面的清洁公司来打数 每次我见到他们这么专业 这么有效率 我都很佩服的 前几天 我遇到有一位姊妹 她问我关于请清洁公司的意见 我知道她上班那间公司规模比较大 所以是有请一位清洁的阿姨 每一天来打数 而我认识那位姊妹 就说到最近公司 来了一个新的员工 她外表好 漂亮 也都很斯文 生活的态度 和习惯 就很不一样 例如 她常常在茶水间里批评 洗到整个茶水间都骚髒 全部都是果皮 其他的同事提醒她 收拾一下吧 她的答案竟然是 不是有个清洁阿姨的吗 那些是她的工作 不是我们需要请她 听来又好像挺适合的 另外 这位新同事在洗完手之后 会把抹手指周围摆的 也都是这样 她的理由都是说 哇 厕所的地板这么骚髒 我就不收拾了 你叫阿姨来收拾吧 这个是她的份内事来的嘛 另外 现在的垃圾是要分类的 她从来都不做的 甚至会这么说 我都不是清洁阿姨 为什么要帮她分垃圾呢 我那位姐妹 有一次忍不住 就跟那个新人说 难道你是公主呀 清洁阿姨 都是靠自己双手努力地赚钱 堂堂正正的 有P1点不及你呀 你可不可以尊重人多些呢 结果两个人 当然是不欢而散啦 我这位姐妹 现在就想请我们 讲讲究竟 她自己是不是 小题大做了些呢 还是那个新人 对清洁阿姨的态度 是有问题的呢 你又怎么看呀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 麦淑冰 欢迎你收听 爱说两分钟 我们十分期待你的回应 请在下面留言 或者发电邮到 52mtalk at gmail.com 是52mtalk at gmail.com 愿上次福给你 多谢观看 顶着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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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